哈囉 我們這次廉假期間要去花蓮 那原本我們這個廉假要去的是日本 結果因為武漢肺炎取消了 那在花蓮呢 有最得天獨厚的海洋景色 然後還有超多超好吃的美食 每次想要去花蓮 就覺得路途非常的遙遠 而且火車票又超難訂的 那現在蘇花改通啦 除了搭火車的選擇之外 開車也是可以不用三個小時 就可以到達花蓮囉 如果你也想要一看 究竟花蓮有什麼好玩好吃的呢 那就跟我們一起到花蓮 三天兩夜的旅行吧 GO 站 這新開的蘇花蓮也太塞了吧 都紅的耶 我們原本要走蘇花蓮 但是因為蘇花蓮的連塞 是太多的車子了 所以我們現在又走回了蘇花公公 不想要試試看蘇花蓮的桌 想要聽一個蓮就會有一個比較厲害的感覺 這裡都沒有人 大家都去蘇花蓮啦 你看那個海 出化高度公路還是滿漂亮的 到了 開了五個小時 花蓮的第一站我們來到是這個叫做崇德營農場的地方 這個地方是今年才開幕的 那它是屬開放式的農場 那在這裡除了可以露營之外 還有風味餐跟放牛咖啡可以去吃喔 那餐廳的二樓還可以瞭望整個農場的景 你看那邊有羊欸 還有馬欸 對不對 難怪有人說這邊像是台版的紐西蘭一樣 我們去看那個動物 欸 你們幹嘛 欣欣相襲嗎 在這裡可以餵動物喔 可以來這邊買東西 那買一份的飼料是三十塊錢 那你要餵什麼 可以餵什麼 有馬 有接了 孔雀象龜 那你要餵什麼 那你要餵什麼 他好像很餓欸 來 每一隻馬都有 不要急 賈雲他把你手吃下去喔 小羊欸 太小了吧 他怎麼在外面 他都亂跑啊 你看那孔雀開頂 酷欸 你在幹嘛 開幹嘛 要跟他說hello啊 你在抖動他的羽毛 中午我們先來這個農場 這邊是他們的風味餐 這邊賣的都是一些原住民的 像是烤豬肉啊 豬筒飯啊 山豬肉香腸啊 這類的東西 太酷了吧 這也是原住民拆的 你看前面還有個原住民的衣服 你哪天還穿著飛衣服 就準備人家幫他騙了嗎 Bling Bling的 豬都跑走了 哇欸 這上面很不錯欸 在這二樓還可以看得到海邊欸 好棒喔 我覺得我一秒來到紐西蘭 蛤 不是澳洲嗎 從剛剛的公路澳洲 然後開到之後就變到紐西蘭了 現在到紐西蘭了 對 好美喔 這邊還可以接沙灘車欸 喔 好想去玩喔 我覺得這裡很像夏威夷的古蘭泥牧場 超美的 我們點了一個橙汁的豬肋排套餐 還有這個雞腿套餐 吃飯囉 這是好像剛剛的馬 這是好像剛剛的馬 剛剛老闆娘說要安戶長 所以他們本來跟物都沒有關起來 然後都可以跟他們進去一個結束 可是因為有一些小朋友或者是大人 就會拍打他們的動物 就很容易守殺 所以一定要愛護動物喔 後面有一隻 有一個動物 可以跟牠互動 我們現在吃飽了 那我們去那邊看一下那個 他的露營車 還有他剛才老闆娘說那邊很漂亮的那個 好 這裡也很多人開這個露營車過來 他這邊是 他本來就有幾個露營車在這邊 然後也可以讓人開露營車過來 像那邊那個湖很不錯欸 還可以在湖旁邊打帳篷 花蓮板天使的眼淚 這裡打帳篷也蠻棒的 旁邊那個露營車也蠻棒的 那這裡露營的地方也太好了吧 廁所是乾濕分離的欸 所以 這裡的動物 一切 很喜歡跟大家聊天 我們在花蓮這邊住的就是這間 有村民宿 在吉安鄉這裡 這裡還有兩家車可以借 這是我們這次住的民宿老闆娘 這間是我們這次在這邊住的房間 它那邊就是有一個很大張的雙人床 然後外面還有一個非常大的一個陽台 然後直接看過去就可以看到中央山脈了 左邊有一個電視 然後電視後面還有一個可以睡兩個人的雙人床 哇 它這次廁所也很大間欸 這裡感覺很適合親子來齁 對啊 因為它這裡的房間房型也都蠻適合親子 我們跟民宿這邊借腳踏車要騎去晃晃了 欸 我們在騎腳踏車 在花蓮的鄉間騎腳踏車的感覺 感覺好懷念喔 好像以前高中的時候 就是騎腳踏車的感覺 欸 花蓮住這裡也太好玩了吧 真的 好悠閒喔 對啊 又可以騎腳踏車 然後住的房間又超大的 對 每一個房間又有陽台 而且在這邊騎腳踏車真的是好舒服喔 今天晚餐我們來吃這間南洋料理 這是在交進路上的餐廳 那是老闆他在澳洲打工的時候 然後他去了一家新加坡的餐廳打工 然後他又去專研了很多的料理 所以就開這間餐廳喔 再來我們點了一個這個 還有青木瓜 還有小麻雞 主榮點了一個這個咖哩雞球麵 這是他們自己炒的一個咖哩醬 吃到一半吃到歐洲了 你最喜歡的喇沙啊 去到哪裡都一定要吃 我們去歐洲的時候 然後在新加坡轉機 光轉機然後他就要吃喇沙 因為他喇沙是自己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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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外面不大一點 好吃 我手要三 你們比一下自己最喜歡的哪一碗喔 1 2 3 我覺得這一碗他加上這個醬之後 就整個又不一樣 有另外一個味道 今天真的還蠻好吃的欸 推一個 我們吃完晚餐了 那我們現在來到花蓮市區 這個最熱鬧的地方 然後他這裡有一個鐵道的服務區 拍照嗎 對阿 這個羹壽司就是在網路上超有名的 握壽司店裡 超多人在外面排隊的 它是一個從十元餐車起家的壽司 那這邊最受歡迎 就是他炙燒鮭魚的握壽司 我們剛才看到有人 點那個鮭魚握壽司 大概有這麼大一個 這裡有一星泡泡冰 然後前面有包金粉圓 都是來這邊要吃的東西 包金粉圓很多人 這邊有兩家欸 不知道差別在哪裡 我們點這什麼冰啊 包金粉圓叫哪邊 這邊很多東西 手包金粉圓有 芋圓有 芋圓有 豆花 豆花 我想要喝這個 這間愛玉也是超有名的喔 現在最後一杯 它是不是最後一杯啦 裡面都沒有愛玉了 現在就是妙口紅茶 那點是叫做鋼管紅茶 對花蓮人來說 這是一間再熟悉不過的老店 妙口紅茶 它是在一個舊社區的巷子裡面 大家都會點就是它的紅茶啦 花生湯 還有它這個台式的馬卡龍 它可以沾這裡的花生湯 還有馬卡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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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大啦 嘴邊很好吃 怎麼口味 我喜歡炒米跟奶的 來 你們的來啦 還是馬卡龍 OK了 你就是喜歡吃這種東西啊 嗨 早安 哇 你看這邊早上外面的風景 哇 我好像回到高中一樣啊 太美了吧 然後再吃龍樹的早餐 早餐都是老闆娘 早上起來親自準備 我們現在要去翡翠谷 聽說那邊是一個很漂亮的瀑布 要經過一個爬山涉水 才可以到的一個地方 我們導航到這邊之後 就只剩下這個指標可以找路了 現在到翡翠谷的入口 它這邊呢其實還蠻好找的 車子開一半的時候 它就會有翡翠谷的指標 翡翠谷這邊看照片就是一個 大家都在瀑布前面拍照的地方 走一走就有一個山洞了 翡翠谷的入口是一個山洞 哇 這裡面真的好暗喔 竟然要記得帶手電筒耶 好暗喔 這上面都不知道會不會有蝙蝠耶 沒有 沒有 哈哈哈哈 現在怎麼 這真的是要不是四個人走 這真的是很可怕 好暗喔 超可怕的 如果說沒有用手電筒 那種是完全看不到前面的情況耶 還好的 等一下那水好像很長 可以直接溝通耶 知道了耶 聽到這個吐息聲 就在前面那裡很快耶 對啊 沒有很遠 不過這種路就是要小心走的事 真的蠻美的耶 欸 好險我們今天天氣好 對不對 看我們很早啊 好啦 各位網美們去吧 我們很晚了 我們在這裡見面 好想耶 我們在這裡見面